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帮 我是小米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头条 很多车主在停车的时候呢 都习惯将车头一股脑直接扎进车位里 觉得这样简单方便 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 现在有很多的停车场呢 都会有车头向外有序停车的提示牌 但是有人就认为没有必要 怎么方便怎么来 其实呢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的讲究 下面就让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车头要向外停 其实停车的时候车头一律向外呢 在一些地方是有明确规定的 假如遇到有需要紧急撤离的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离开停车场 其次可以将小偷拒之门外 现在的智能化停车场里啊 都有专门的摄像头来监测车辆的停放情况 但如果将车尾对着摄像头 假设有小偷趁机撬开了车门 那摄像头呢也无法透过车的后挡风玻璃 看到车内的情况 车头向外还可以提高安全系数 停车的车位有限 因此呢分给每辆车的停车范围都比较小 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 如果是车头向内停放 那么你在倒车的时候就很容易 因为两边停放的车辆而出现视野盲区 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其实车头向外呢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省油 车子在长时间停放后呢 一启动就马上倒车 这种做法是最好油的 所以呢即使都是要倒一次车 但是时间节点却很关键 为进一步增强人才工作滞效 五指山市建立完善人才工作 组织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 统筹推进人才工作发展 激发人才创业创造活力 今天在省委人才发展局 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中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五指山 去了解这里是如何通过人才引进 做好人才服务 科学合理用才 助力五指山高质量发展的 聚焦需求精准引才 五指山市坚持以政府主导 企业自主招聘为主的形式 围绕各领域人才需求 灵活采用多种方式招财引致 2020年新增引进各类人才 共1140名 扎实推进全球招聘人才活动 紧盯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人才需求 采取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 招录人员320名 张光辉是一名水利高级工程师 2019年2月通过人才引进 正式调动到五指山市 水利水电管理中心就职 来了之后感觉到 整个市政府 整个市里为我们人才 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无论从住房 还是从落户 还是从生活补贴方面 都提供了良好的一些政策 是我们能安心地在五指山 安心工作 为了更好的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用好人才 五指山市水务局 一直着力优化人才服务环境 据省省里面相关政策 服务 我们所引进的人才 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后勤把动工作 比如他的租房 还有子女的入学 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 这方面的落实 依托人才政策 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让人才全身心 投入到建设当中 张光辉刚到新岗位 就被安排接手负责新春水库项目管理 同时还要负责 其他水库的防汛管理等工作 来了之后 我们水库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是我们能放轻大胆地 放开手要去工作 从我们发挥它的人才的优势 把它放在我们新春水库项目建设上 来负责全程 全程来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 这个项目主要就是解决 咱们城区 还有周边乡镇的 群众的饮水的安全问题 2020年12月5号 五指山市新春水库水源工程 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新春水库水源工程 是水利部135水利扶贫专项规划项目 2018年列入我省重大的民生工程 该工程验收通过投入使用后 保障五指山市城区及周边乡镇 约6.5万人的用水安全问题 无论在工程质量 还有进度上都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提前了半年时间完成了咱们这个工程建设项目 同时工程质量也是获得了咱们省水务厅的一个认可 同时整个工程呢 我们也正在申请咱们水利部的一个大理奖 五指山市水务局创新运用多项施工技术 解决五指山市新春水库水源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重大难题 工程荣获2020年度海南省唯一水利优质工程奖 在那个重要的工作领域发挥它的一个人才这个专业的优势 同时呢 也借人才的这个引进的这个工作 对我们的年轻的干部啊 特别是咱们这个技术人员 是一个从船帮带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是吧 把咱们那个全局啊 的一个技术啊 还有一些业务能力啊 在往上再提一个台阶 高层次人才张光辉 创新运用多项施工技术 解决五指山市新春水库水源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重大难题 他的建成有力保障五指山饮水安全 将为五指山市未来二十年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饮水安全保障 结果吧 我们想把我们所学的知识 把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吧 更好的为海南侦母港建设 还有五指山市水务事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才不仅要引得近 还要留得住 为留住人才 五指山市用心用情用力打好服务牌 采取搭建人才服务平台 规范人才服务事项 安排专人服务等方式 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环境 努力营造栓心留人的良好环境 支持成立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聚焦人才服务需求 设立海南自贸港人才服务单一窗口 建立完善高层次人才服务体系 推动实施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 安排联络员16名 对接联系高层次人才服务事项20项 协调辖区内企业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旅游 住宿乘车等优惠服务14个 畅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 为各类人才提供只进一次门 只用一张网只打一次电话的高效便捷服务 2020年共办理各类人才服务事项902人次 推动实施人才安居型住房工程 拟建人才安居型住房600套 为了加强服务联络员 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沟通联系 就叫人才关注的热点蓝点 问题根据人才服务需求 组织开展人才服务先讲团 走进企业 重点用人单位先讲人才服务政策 为人才解疑答获 近年来我们为协调行业部门 为人才解决疑难问题21个 着力解决了人才服务最后一公里 真正实现人才服务邻居里 接下来一起进入生活速递 为了满足不同患者多样化的就医需求 提升优质护理服务水平 全省多家医院开展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 9月2号海口市人民医院 与相关合作单位签约 向居民提供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帮忙记者现场了解到 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 可为母婴人群居家老人 出院患者慢病患者等 提供适合在家庭条件下进行的 居家护理服务 通过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 探索院外护理服务延伸 将护理服务从医疗机构 延伸到社区 家庭 构建连续性护理服务 满足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一直以来我们医院就是 接诊了大量的那些慢性病的病人 那么这些病人的话 因为身体活动的不方便 然后再加上可能家属的一些 时间的一些限制 他们迫切需要这么一个 我们一些专业的护士上门 为他们服务这么一个服务需求 近年来 海口市人民医院 致力于不断加强互联网 加护理服务网络平台相关建设 目前 医院首批推出 五个专业护理组 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其中包括导管组 伤口造口组 腹膜透析组 居家康复组等 居民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能够避免患者出入的风险 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建设情况 该产业园分为 一区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 和二区国际数字港 目前国际数字港项目部分楼体 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项目完成后 可容纳8000多家企业入住园区 在位于西海岸的国兴城 国际数字港项目工地内 近500名施工人员正紧张施工 据了解 国际数字港项目规划面积256.8亩 总建筑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100亿元 项目前期开发建设 甲级办公区和国际人才社区 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 由四栋商务办公楼 和五栋国际人才公寓组成 目前三号地块公寓楼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层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要 国际数字港以数字贸易 智能物联 金融科技和国际创新四大产业集群为主导 着力打造产学研筑商鱼为一体的智慧型产业园区 园区60%面积为产业办公空间 25%为配套的国际人才公寓 15%为酒店和大型商业配套 在未来 国际数字港将作为西海岸产业核心区 带动海南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 2021年第五届海南清水运动季 于9月4号在海口市国家翻船翻版基地公共码头开启 现场通过歌舞表演 短片回顾 现场连线 授旗启动仪式等形式 开启了一场独具海南特色的清水运动盛宴 绿色生态 民族风情 免税购物等海南特色元素 贯穿在整个节目表演中 运动健儿们通过视频形式 为海南清水运动加油助阵 我在这个清水运动季里面会参加那个奖版的一个比赛 通过这样一个运动季的话 就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水上运动的爱好者 都踊跃地来到海南来参加这些活动 活动共为期四个月 总计推出46个精彩活动 覆盖海南18个视线 与往年相比 今年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参与度高 体验感强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清水运动项目 整合了我们全省的优势资源 让我们的旅游景点景区 能够充分地把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我们的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 让大家参与 他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 能够感受到体育与旅游的充分融合 能够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新海南世界演 观看更多精彩回放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 或者登陆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的网站 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温暖剧场 精彩大剧不容错过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